OK 那么我们如果完成这个单人床跟双人床的一些这个平面图的这个图例之后呢 OK 那我们现在把它打包起来 我们之前有讲过这个图块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呢 我们来做一下这个群组的做法 OK 好 那现在把这个标注先把它删掉 同样就直接按删除命令 按这里按删除命令 点它 OK 那直接执行删除 左键 左键把它选起来 选起来 按确定把它删掉 OK 好 对那底下这个地方这个 文字说明的这个不要变群组 你不要变图块 因为他只是一个说明的 我们 我们要拿来用了配置图的部分呢 就是指什么 就指这个 这一块 来这个看一下 就指这一块物件了 就是这些物件 的轮廓就可以了 这些把它变群组就可以了 然后群组跟图块的概念一样 只不过 这个新增功能比较方便直接 打包起来 懂你什么 直接选取打包 就不需要去做一些设定 但是你要分开选 你不能 一起选 一起选变大群组就错了 OK 那我先做一个错的给大家看 我先做给你看 好比如说 大家看一下 我先做一个这个 看 我先做一个错误的给大家看 因为大家会以为说一起选了不对啊 我先做一个错误的给大家看 什么意思呢 对 你去下指令群组在哪边 对群组在这个地方 这里 有没有这一个 群组功能表里面的这个命令 你就下这个指令 OK啊 好 那这个这个指令的做法就是 看一下 按他 对 对不对 然后你看指令行说什么 你看指令行 指令行是不是说 将于选取物件 看到吗 选取物件 OK 好那这时候 你如果全部选起来会怎么样 全部选起来就变全部打包成一组 你看我这样选起来的按确定 他总共找到几个 找到四四个吧 OK按确定 你看图就变这样 有没有 就点一下这一大包 这样的意思吗 等 就等同我们当初做图块的时候就是 不能够一起选 你要分开选 OK除非你把配置完毕你希望那一组东西拿来配置 可是我们现在 这个要一个个做图做这个群组物件 所以这个部分怎么办 你直接按取消群组按这里 你不要给他取消群组OK给他执行 他给他执行之后去选这个 刚一起选的这一包点一下团 他就解除了 他也不会去问你一些 设定面板 这样的意思吗 OK 好 我们等下来群组 然后另外如果你觉得这个家具 因为我们后半段要做一个 小空间的 平面现况 这个平面配置图对不对 就配置平面图 OK 你的位于设备是蓝色的 你的家具你可以用别的颜色 比如说我用洋红色 所以你按这个管理员 图层管理员按他 给他执行OK 好 图层管理员选谁 我们对着这个家具的部分 把他颜色改掉 OK 你就点他 然后把颜色设为什么 设为洋红色 我们先暂时这样规定 按下那个确定 要把它全部都跟着变 OK 好 那这个 到时候这个家具的 他是不加除了 懂意思吗 OK 所以这个 这个部分 我先把它 还原好了 因为我们加注是结构体 结构 结构体 才要夹出 OK 不过 这个 因为我们待会要练习 所以我这个先留着 到时候我们再把它改成预设纸 好 同学我们先群组 OK 群组会做吗 同学群组就是你直接按这个群组命令 然后在这个图层之下 去下这个群组命令按他 OK 直接把它选起来 然后这样 选起来 按左键 按确定 你要看他找到多少个按确定 你看这样一包了 看到吗 群组很方便吗 还是比图块还好做 OK 重复直接按确定 同学那再次 右上左下选起来 有没有 按确定 你看这样就一个群组物件 一样 重复直接按空白键 或按Enter 然后直接给他群组 有没有确定 他就一组了 看到吗 这很方便 但注意 这是新版 2016版之后的 指令 所以如果说你那个版本非常旧 比如说2010版 同学那你就直接用图块就可以了 OK 所以我们就把 把这四包打包起来 看到吗 分开的 OK 好 比较方便的做法 你这个门跟窗不要做成群组 因为我们这个还要在 做变化 所以留着 你把这四个先做出来 OK 大家试一下 你就变更涂层的颜色 然后再练习一下群组 跟解除群组 我刚刚是把整个选起来 做错嘛 然后给它解除群组 然后再分开做 大家先试试看 这群组 非常简单 大家试一下 我们这边的试团